作为总统大选竞选策略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正考虑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征收更多的更高的关税 以对抗来自中国的低价产品 此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曾警告中国电动车带来重大国安风险 美国政府还规定 凡是含有中国电磁材料的电动汽车 不能获得7500美元的消费者补贴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预测 如果没有关税或贸易壁垒 中国车企可能干翻全世界绝大多数竞争对手 中国电动车的崛起 是否是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结果 美国政府行为是否就是马斯克说的贸易壁垒 美国目前对策是否足以保护美国市场 免受中国便宜的电动汽车的冲击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 李少明博士 李博士您好 小平好 秦鹏先生好 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中国政绩观传人士 秦鹏先生 秦鹏先生您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从刚才的前面的这个介绍来看 拜登政府打算提高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关税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请问秦鹏先生 就是说通过关税这种经济或者贸易壁垒呢 是否能挡得住中国的这个便宜的电动车的拱拱车龙呢 我们看到了目前来讲 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并没有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个美国来 其实它的这个原因呢是有几个方面 一个呢我们说美国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品牌体系 一个这种供应体系以及售后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对于中国的汽车来讲 它要进入呢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汽车销售领域 那么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因为首先上来的话 大家会想说你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就多少年那个历史 你的服务各方面的售后到底怎么样子 这个方面来说呢 美国实际上是在全球的汽车产业界里面是最成熟 也是最对各这种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领域 所以呢对中国的汽车行业来讲 它现在这种电动车并没有进入进来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再去谈这样的一个关税壁垒 它到底能够引起多大的一个影响 现在呢我觉得还是可能担忧的更早一点 但是呢作为这种政客的绝克者来讲 它必须考虑 因为对中共来说呢 它的这个电动车行业的这种竞争能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我们说在很早的时候 它既然说中共作为一个这种 把刚才李少民教授讲的对吧 中共把它这个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超级公司来去看待 它看到了说在整个全球的新能源 发展的这个战略当中 那么电动车行业未来可能是取代于传统行业 另外呢从这个行业 目前来讲在全球并没有一个非常领先的 一个这种供应链角度来讲 一个国家一些超级公司 所以这是一个这种崛起的一个极佳的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在政策方面给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持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它具有这么强的一个这种竞争力 是因为马斯克它开放了很多技术 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的这种相关的这些公司 你照超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又有巨额的这种资本 涌入到这个行业 因为所有的这些投资者也看到了 PVC对吧 也看到了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抢占了这种一个新的领域 那么就会造成将来说有几家垄断 而且这次的垄断不像在中国过去一样 它只是垄断了中国的这个某个特定的行业 而是可能在全球形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垄断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电动车这个领域里边 就像当年的这个团购一样 添加团购在竞争 这个电动车领域也是巨额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公司在进行竞争 而且投入的这个资本也都是这种天亮的一个资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创新能力 它的快速的产品迭代 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 为什么在全球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 是因为它的产品推出来的这个更新的速度 它的这种先进性 对吧 包括它的这个产品的 比如说那个大屏幕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很多这种很固承的一些功能 这个方面来讲 它确确实实是 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很多的这种竞争产商 没法做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它快速的在全球是攻城略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美国政府就不得不考虑去应对 怎么去应对呢 当然它就习惯性的去拿 想到了说是出过关税这样的一个壁垒 但是这个壁垒够不够呢 这个领域的话 如何怎么去采行布局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但毫无疑问来说呢 关税是可能造成这个中国电动车厂商 未来无法或者是在中国 在美国没办法取得更大竞争优势的 这样一个手段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呢 现在呢 刚才启明先生说 就是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还没有完全打入美国市场 那么是一个狼来的一个警告 那么拜登总统呢 在2023年11月17号 告诉美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啊 他不会让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主导电动汽车市场啊 中国决定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来主导电动汽车市场 但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做 我向你们保证啊 这是美国总统呢 在发出了这个啊 要这个大狼的这个信号 另外我们前面也介绍了 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啊 这个马斯克啊 他发出的警告 另外一个具体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比亚迪现在已经遍布美国30多个州 拿下了美国80%的电动大巴市场啊 可以说美国国内的电动大巴市场 比亚迪拥有绝对的垄断的这个优势啊 另外一个呢 一个数字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很多啊 这个中国的公司啊 跑到墨西哥去建工厂 那么呢 墨西哥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 初步数据显示呢 仅2023年就有三家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在墨西哥注册集中80家 18家出口美国 所以说呢 现在呢 一方面是喊狼来的警告 另一方面实际上有一部分狼呢 已经在了美国啊 所以说美国现在 把它作为了一个大选的议题 要提高关税 那么我们想请问这个李少民先生啊 就是彭博有一种观点 即使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呢 能够克服经济 经销商网络物流和云销障碍 他们在美国仍然面临一个挑战 那是什么挑战呢 美国啊 政客几乎不可能支持一场有利于中国公司 而非美国公司的汽车市场演变 也就是说中国电动车啊 这个汽车呀 他无法跨越华盛顿的这个政客的这个门槛 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彭博讲的有点乐观啊 因为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 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电动车这么敏感 难道就是因为它便宜吗 便宜是好事啊 我们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刚才这个美国商务部长一语重地 它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危险 但是他说的虽然意义重地 他讲的很小 他只说那么多的零件 那么多的这个这个传感器 他把你资料都收集走了 这咋行啊 他还没有想到 就是说他告诉美国人啊 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行业的崛起 是怎么崛起的 老百姓说就是因为国家给钱了 没有那么简单 克斯拉美国也给钱了 美国的这个7500块钱的补贴 讲得很明白 必须是美国国内的厂商嘛 那跟这个人 所以有些人说 这跟美国有啥区别 不是那么简单 为什么 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大公司这个概念 中国它作为一个举国大公司 我给你举个小例子 这个像蔚来电动车 现在赔着每一辆车 赔25万人民币在那卖 都是国家给钱 这个不说 但是你想当时这个特斯拉 为什么可以进中国 那共产党的考虑很简单嘛 他来了我们就学的技术 派人把他都搞清楚 果然他是做到了 然后就对他开始限制 不让这不让开 那不让开 这个 就这些举动远远超出 仅仅是金钱 还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比亚迪 这是中国政府明显扶持的 比亚迪如果出现了这个电池爆炸 各种事故 这个人命 中宣部不让报 所以呢 老百姓都不知道 特斯拉有点小事 有一个小事故 就大张旗鼓地报 中宣部就成了 中国大公司的一个公关部门 和这个市场营销部门了 你要技术 好 国安全部给你拿技术 安全部就成了 这个中国大公司的研发部门 那你这些东西 你这个别的国家 根本没法做 你举个例子 那美国中央情报局 不也拿情报吗 到外国说 你想想 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 拿了一个电动车的秘密情报 他给谁 他要给了特斯拉 福特通用 马上起诉他 他要给了福特 别的也一样 他是不是可以公开 所以他根本没有任何动力 去做这事 他也做不了 这点是很多观众不了解的 所以这个 如果不让美国老百姓知道 中国的电动车 虽然面临很多的门槛 还有关税可以下得很高 如果老百姓不知道这个背景 中国的电车 很快就会进来 所以我觉得 你要想让人家 能够不让中国来的这种电动车 和美国市场搞坏 唯一的最根本 最迫切的办法是教育 是让媒体把中国电动车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 它只不过是中国几个大公司的一部分 这个模式我们不能接受 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 你想关税 现在有人不是把这个 比亚迪这些车拆了吗 拆了以后他看 他就发现 他的制造成本 至少比美国要低35% 那就是说 你至少要提高35%的关税 甚至更高的关税 才有可能 所以这个真是什么 就是说治标不治本 恐怕连标都治不了 我不反对 是应该 但是原来不够 我们油管的网友 关于这个话题的反馈意见 马上就来了 这个兰花花说 之所以西方发达国家 电动汽车里竞争不赢 中国的只次价高的 只次价低的电动汽车 原因在于中国各种大小 电动汽车制造厂 均受中共的国家财政上的补贴 这个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这个事实不用讨论 你看事实就知道 现在中国汽车的 中国汽车全球销量 是第一的 这是你认可不认可 他也是第一 杜三元说中国的电动车 低价销售 毛利极低 这种流血战争 最后会支持恶果 那我们接着讨论 那么美国之音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一些汽车制造商 和国会议员担心 这些补贴以及现有的关税 可能不足以保护美国市场 免受相对便宜的中国电动汽车的影响 这也是刚才我们的李少民教授批评这个彭博 说他过于乐观了 那我们再看什么事实呢 你像这个巴菲特 刚才这个 刚才那个李少民教授批评 说这个比亚迪的崛起呢 是中国政府的扶持 但是呢 中国的媒体在报道这个比亚迪崛起的时候 说比亚迪打入美国市场 集中少不了股神巴菲特的这个助攻 所以说呢 这个可不可以说 就是说 在美国有一批巴菲特这样的人 在帮助这个北京啊 把这个电动市场啊 带入美国 他们成了这个带入党 那么我最新看到这个消息也是呢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曾利尼奥中国供应商 到墨西哥 复制上海工厂 在华设置的供应链 所以像巴菲特啊 马斯克这些人呢 可不可以都是说 让中国电动车 进入美国市场的这个带入党呢 请那个秦鹏先生 马斯克应该是最大的带入党 因为马斯克相当于是 帮着整个中国的电动车行业 发展起来了 没有他开放这种技术 对吧 没有他帮着中国的这种供应商 去提高各种各样的这种能力 生产能力 管理能力 还有这个技术能力 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电动车行业 不会存在 因为我们说这个电动车行业 还是有很高的一些门槛的 因为在马斯克 他相当于是对整个原来的这种生产 和过去叫做建平车 但是他给他整个方方面面 进行了一个高度的一个升级 那么相当于手把手 交汇了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 开始做更好高质量的这种电动车 所以这点上来讲 毫无疑问是马斯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入党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马斯克 他有一点是很聪明的 就是在他交汇了这些的同时 他也交汇了全世界其他的这些国家 包括呢 我们看到是印度的 包括甚至是越南的 越南也有一家这个电动车行业的公司 到就是美国来上市 而且这个市值也是高的 比中国的那几家公司 中概股的对吧 也高 就是加起来还要高 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马斯克他现在很聪明的是什么呢 试图也重构这种产业链 那么呢 要么呢 你在其他国家 我去扶植你的这种工商 要么呢 逼着中国的公用商 跑到类似墨西哥 这个来去建厂 那么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哎这样的一来 也不还是好多是中国公司挣了钱吗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公司呢 跑到了这个墨西哥之后 他对于 中共的这个 比如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 或者呢 还有其他方面的这种遥控 这个方面来这种能力 其实大大的削弱的 另外呢 对于整个中共的这种 我们说消费 整个GDP 整个这种外汇 方方面面来讲 其实也受到很大的一个这种影响 或者是打击 所以呢 我是个人上是非常支持说 马斯克这么去干的 你巴不得让很多 通过这种各种干的手段 让这个很多的中国公司 搬到这个墨西哥 搬到这个东南亚等等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可以大极大的去拆解 中共的这种利用产业链 对全球影响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对于呢 说这个股神巴菲特 对吧 他是当年是投资了比亚迪 当然他主要是他那个伙伴 对吧 刚刚去世的那个伙伴 他所干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来讲 说这个比亚迪在快速的成长起来 但是这种成长呢 其实没办法的 对吧 他已经是做了投资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来讲 过多的去谈这个 巴菲特老先生 他的这样的一个 不关心的贡献 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现在呢 就是在考虑说 通过什么手段 去遏制比亚迪 在全球 特别是在美国 这样的这种汽车行业 进行更大的一个工程掠地 所以我们从看到呢 拜登政府 他现在除了寄出呢 关税牌 他还在寄出呢 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呢 对某些特定的这种 汽车零不见 你不能从中国直接进口 那么如果你要到墨西哥去建厂 你必须在对整车的价值 对吧 要达到一定的这种比例 或者呢 比如说是 一些特定的这种电池啊 你必须在墨西哥生产 或者其他的这种限制 这样呢 也可以去比较大的 去限制到中共的 这个在里边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些方法 当然也是采用的 但整体来讲呢 我们说 要完全性的去遏制到 中共的这样的一个 电动车行业 来去推翻 去颠覆整个原来 他的这个汽车行业的 这种计划来说 其实真的是很难的 因为刚才 李少民教授也讲了 对吧 他的很多产 零不见的这种价格 只是呢 美国的35% 那么整车的价格 我们看到 他销售的价格 现在也是不到 美国制造的 电动车的一半 所以完全靠 关税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那美国的一大好处 也许的话呢 是在这种清晰透明 也许呢 是在这个 我们说品牌影响力 等等这个方面 所以我对短期内说 这个通过 中共呢 通过 这种产品进口啊 或者销售市场啊 去大规模 去占有 说美国的这种 汽车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领域 对吧 我说普通汽车 不是讲 就刚才这个 小丁先生讲 那个大巴车 电动大巴 什么之类的 那些 所以呢 这个方面 我觉得对他来说 是很难的 恐怕很难做到 但是呢 这个是无法完全去 改变这样一个结果的 因为对中共来说 你要去削弱它 你还是在价值观领域 所以呢 还有其他方面 这个去监负它 所以我对川普政府呢 他有一点是特别欣赏的 就是他在去揭露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 对全球价值观 对于全球的 这样的一种人权等等 这个方面的一个 破坏性的一些影响 而相对来说 这个拜登政府呢 它是太实用主义了 对吧 更强调是说 这个关税啊 或者其他方面啊 而他在这个方面没有 就在价值观 这些领域来讲 没有非常全面的去揭露 这一点上来讲 是不足以遏制中共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应该更大力度的 就教育说 中国共产党 对于全球的这种 破坏性的影响 在这个方面 应该是加大力度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请你到 李少明教授 会简单的回应一下 就是说这个 绕到墨西哥啊 再杀入美国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这个存墨是割净的话呢 可以省掉25%的关税 关税是零 所以现在是最担心 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你怎么看呢 一分钟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美国政策上的一个漏洞 那他一定要由国会出面 来想办法 对这个转口 或第三国通过墨西哥 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做出回应 否则的话 是这个没有办法 那我最后也补充一句 我们整个的讨论 面对很多 这个中国来的观众 我觉得我们要讲清楚一点 就是说 这个美国 美国和中国 刚才秦鸣先生讲的很清楚 是一个理念上那边的 这个对抗 是这个 在这个理念上对抗 它会影响到经济 影响到经济 短期内 是会影响中国经济 这也是共产党老跟他们说 哎呀我们外国不让我们 这个美国不让我们这个觉醒 但是这个 这个中国老百姓应该想明白 中国共产党这个模式不能持久 如果你这样想起的话 最后全世界可能只能对你脱钩 所以呢 长痛不如短痛 就应该由中国老百姓来迫使 也是去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 必须由这个中共做出这个改变 这个剖析在这个举国大公司模式 谢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 李少明博士和中国政经观察人士 秦鹏先生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两位嘉宾呢 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